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巴黎奥运会落幕 中国代表团的奥运健儿们 结束了三年的征程 还要忙着参加各种表彰和推广活动 哪怕有一些比赛 也会选择退赛休整 而在主力们看不上的一些 低级别赛事中 国兵队员却遭遇了0比11的耻辱 2024 WTT奥洛穆茨之线赛 秦宇轩0比3不敌 乔本番乃香6比11 5比11 0比11 止步女单八强 近年来许多拼坛名将 在面对特殊打法选手时遭遇败绩 本月初中日韩三大主力陈姓彤 张本美和申育斌都败给了肖球手 这次国兵希望之星也出现崩盘 的确值得重视 虽然国兵培养的后辈人才酷很多 但真正成才独当一面的却是寥寥无几 秦宇轩属于国兵新兴 长相有些像丁宁 但尴尬的是 中国女子乒乓球队员被日本人打成11比0 上一个被踢光头的还是丁宁 丁宁曾经0比11赋予伊藤美城 齐于轩在这方面让人记住 实在是尴尬至极 乔本番乃香虽然难以被日本队看得上 但他的肖球打法 却是克制基础不过关的年轻选手的独门绝技 齐于轩打不过可以理解 毕竟现在国兵青年一代 很少有打消球过关的 但是0比11完败的确是耻辱 尤其是被日本队如此揉劣 这可能会让日本队考虑 以后五人参加的士兵赛团体赛把乔本带上 这样会加大提升国兵暴冷概率 1998年出生的乔本番乃香 曾在2017年排名世界第13位 并且两次打败过国兵世界冠军陈幸彤 而在今年8月初的WTT曼谷球星赛中 他更是暴冷击败了日本 韩国的奥运主力选手张本美和 申育斌打进女单决赛 最后也不过是2比4输给日本奥运冠军伊藤美城 通过以上排名和成绩数据 我们可以看出乔本番乃香的实力 是非常不错的 再加上前一轮才3比0赢了王小彤 所以气势更胜 八强赛秦于轩面临严峻考验 比赛开始后 秦于轩开局不利 未能适应乔本番乃香的销球打法 随即以6比11败北 第二局日本选手依旧是气势如虹 这次国兵小将得分更少 5比11再负被逼入绝境 第三局秦于轩彻底蹬弹 最终一分没拿0比11不敌对手 由此而输光整场比赛 根据千位 接下来将轮到国兵选手韩飞尔 在女单半决赛中阻击乔本番乃香 那么他能否顶住压力呢 悬念仍然存在 坐等新的中日乒乓大战拉开帷幕 虽然销球一直被视为比较落后的打法 但拼弹的销球手们 在新时代依旧有其生命力 巴黎奥运会前就赢了陈信彤 张本美和申育斌等人 巴黎奥运会后再次发威 的确不可小觑 在巴黎奥运会开打前的最后一战国际比赛 WTT曼谷球星赛中 韩国销球手徐校园战胜国兵主力陈信彤 日本销球手乔本番乃香 击败队友张本美和韩平易姐申育斌 最后恶战伊藤美成西败 屈居亚军之位 而在巴黎奥运会结束后的第一战国际比赛 也就是正在进行的WTT奥罗穆茨支线赛中 销球运动员又打出了不俗的战绩 其中国兵组合杨一运 朱思冰 3比2险生队友 秦于轩斜杠纵哥曼等组合晋级 而日本的左腾桐 乔本番乃香 则是3比0横扫 国兵组合王小彤 韩菲尔等对手 值得一提的是 在此前提到的WTT曼谷球星赛中 左腾桐携杠乔本番乃香 就夺得了女双项目的冠军 打败了前世界排名第一 现世界排名第二的亚运会冠军组合 田智希 申宇斌 的确厉害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比赛杨一运 朱思冰 分别战胜了队友纵哥曼 范淑涵 乔本番乃香则是凌峰国兵选手王小彤 不光在女双 而且在女单项目上的表现 同样显眼 就过往战绩上看 左腾桐 乔本番乃香 还是明显强于杨一运 朱思冰 这两位日本选手 单打分别赢过丁明 陈幸彤 双达也拿过国际比赛冠军 所以女双决赛杨一运 朱思冰和国拼 仍然面临严峻考验 希望二人能抗压成功 立刻日本强敌登顶 此外 北京时间8月25日凌晨 乒乓球WTT捷克 奥洛穆茨支线赛结束 倒数第二天的战斗 目前已经诞生混双项目的冠军 国拼组合薛飞 王小彤 苦战五局西败 2比3不敌斯洛伐克的皮斯特 耶库库洛瓦 无缘斩获新奥运周期 中国队的首个国际比赛冠军 根据安排 8月25日下午将迎来最后一天的较量 目前国拼男双 已提前包揽冠亚军 女双决战日本组合 单打三男三女晋级半决赛 虽然优势很大 但日本的乔本番乃香 已经连续3比0 横扫两位国兵选手 单局甚至轰出11比0比分 不好对付 支线赛事 WTT视频年级别垫底的赛事 级分 奖金很少 而且对排名高的运动员 有报名限制 再加上巴黎奥运会 在不久前才结束 同一时间段还在举办级别更高的 WTT立马常规赛 所以大部分名将都没有来 杰克参加 WTT奥洛穆茨支线赛 中国队也不例外 本次比赛 国拼共有十男八女报名 如前所说 混双项目的进展最快 国拼组合薛飞 王小彤 晋级决赛后崩盘 苦战五局 布迪斯洛伐克的皮斯特耶 库库洛娃 十比十二 十一比七 十一比七 六比十一 六比十一 由此而屈居亚军之位 令人感到遗憾 蓝双国拼进展最顺利 相鹏 袁立岑 薛飞 曾贝勋 已成功会试决赛 而徐英斌 温瑞博 陈远宇 黄有正 也没有输外战 中国队提前夺得该项目的冠军 女双国拼双销组合 杨毅运 朱思冰 晋级决赛 迎战日本双销组合 左腾桐携杠 乔本番乃香 四位销球 守齐聚一堂 的确非常罕见 女单国拼 虽然有杨一韵 韩飞尔 朱思冰三人 晋级四强 锦王小彤 秦于轩输外战 然而 这两人都是大比分0比3 不敌日本销球手 乔本番乃香 秦于轩甚至出现 单局0比11惨败 此外 女双王小彤 韩飞尔 也是0比3 左腾桐携杠 乔本番乃香 接下来 国兵小将能否抵挡住 日本劲敌 难以预测 值得一提的是 本战比赛 女双市四位销球手 争夺冠军 杨一韵 朱思冰 VS 左腾桐携杠 乔本番乃香 女单四强当中 又有三位销球手 杨一韵 朱思冰 乔本番乃香 由此可见 这种落后打法的运动员 仍然有着很强的竞争力 依旧是拼弹 不可忽视的群体 男单的竞争向来最激烈 国兵虽然有十人参赛 且外协会对手普遍不强 但依旧有五人输外战 战比高达50% 分别是 黄友称2比3豪格 挪威 温瑞伯1比3 古罗普洛斯 希腊 原历层1比3 杨查理克 杰克 胡东申2比3 维拉德尔 西班牙 薛飞2比3 徐贤嘉 台北 目前国兵选手相鹏 陈元宇 曾贝勋 随后 曾贝勋将率先登场 与豪格交手 其余两人爆发队内大战 女单则是 韩飞率先阻击 乔本翻奶香 杨一韵 朱思冰 争夺另一张 晋级决赛的门票 从本战比赛 现有的战绩看 国兵小将们的表现 可以说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总体表现还可以 各项目保底 都能拿到亚军 且提前夺得了一贯 忧的是 面对低级别赛事的考验 仍然有许多运动员 输外战 遇到乔本翻奶香 这样实力稍强的对手时 就连续崩盘 的确仍需多加历练 请不吝点赞续崩盘 请不吝点赞续崩盘